场上好看的人真的比较占优势吗 来看大陆广州 这位90后的正妹 由于春节期间 返乡车票一票难求 他上网坡文求救 但没有想到这文章一发 居然有4000多个回复 让他短短两分钟得到了8张车票 春节即将到来 为了返乡过年的车票 大陆民众早早就开始备战 现在排队要排好久时间了 要到重复 出席前三天热门路线的车票 在一个小时之内卖光光 让抢不到车票的人全都苦恼不已 而广州这位90后的正妹 也因为多次抢票失败 上网坡文求救 这名正妹在文中撒娇提到 想回家和妈妈过年 没想到文章一发出 还真的吸引了700个人自告奋勇 帮他抢票 更有超过4000多个回复 让他在短短两分钟的时间 获得了8张车票 我觉得他在操作 对不一定是真实的 我说一点都不真 不真不真不真 为什么呢 这样的网络上边假掉 听人的太多了 虽然有民众质疑 但网友还是热烈讨论 纷纷表示长得漂亮真好 而成都也有名男子 成功抢到20张车票 而且还将买来的车票 通通送给女友 也因为他超强的抢票功力 让他的丈母娘决定 将原本100万人民币的聘金 瞬间减半 成为春节抢票大战的意外收获 记者综合报道 这次一票